环球大正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林 两岸大事国际政经军事脉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 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 首先是文化大学广告学习的教授 纽泽薛纽老师 伊林各位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汉廷议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我们亚太房屋杂志总编辑 郑纪文 纪文哥 大家好 好 在今天这一节的焦点开始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从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从6月27号就登场 被认为是美国防堵共军武力攻台 对此担任本次演习的联合部队指挥官 美军第三舰队的司令韦德 他虽然没有点名中国 但是他说到了 这回演习的目的呢 是在防止侵略发生 这似乎意有所致 那我们看到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是怎么回应 他说美方妄图 透过所谓的军演来吓唬中国的军队 说这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次环太军演的重头戏 集成靶舰 那根据美国之音的分析 今年呢 以退役的四万顿级的塔拉瓦号两栖突击舰 作为集成的目标 是为了应对中国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 还有防武方面的发展 以及要把这些舰艇呢 用在台海冲突的可能性 好 冲突卡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到 美国智库国际评估计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来讲就是中国 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美中对抗的一个格局里面 或者是美中的一个博弈面向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希望借由各种不同的一个面向 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个面向 去对中国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防堵 那不希望中国的一个军力有拉升 或者是势力范围有外扩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所以环太军演作为一个军事围堵中国的一个操作之举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美国的一个意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因为毕竟美国近几年很清楚了解 中国的一个军力不断在攀升 特别是海军的一个力量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美国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指挥官 他的一个论述做了一个定调的一个说明 他是要防止侵略的一个发生 各位也可以发现到 据说防止侵略的一个发生 这个潜词用字坦白讲非常非常的强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也直指这几次 中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这整个环太军演 主要的一个原因来说的话 也是中国没有遵守国际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觉得他现今的一个潜词用字 都非常非常强烈 那所以作为整个美中竞逐的一个格局来讲的话 美国当然认为就是说 围堵中国是一个非常必要之举 所以美国也借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论述跟作为 希望能够去不断的去渲染中国威胁论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军演 他的一个规模范围基本上又扩得更大的 比如说有20个国家的一个参与 有40艘的一个水面的一个舰艇 那有3艘的一个潜舰 那有14个地面的一个部队 然后呢整个这个规模之大来讲的话 甚至也有超过150架的一个飞机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规模 坦白讲是非常非常大的 除了四方会谈的一些相关成员之外 南泰的一些国家 或者是环南海的一些国家来讲的话 或者是美国 英国 澳洲 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安全协议 他们这些相关的一些会员国都有参加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实坦白讲环泰军演来说的话 台湾当然也希望能够去参加 但就是说美国还是认为 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 如果台湾直接参加这个环泰军演的话 那对岸的中国可能一定会跳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也有军事的一个观察家 他分析就是说 其实美国此举坦白讲 针对中国的一个意图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在军演的一个过程中间 跟台湾的一个军方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巧遇 或是不起而遇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似乎是存在的 那但就是说就这个环泰军演 因为中国也很清楚了解 这个是美国跟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盟友 在针对他的一个动作 所以环泰军演的一些相关种种 中国方面也会派侦察舰 去做整体的一个观察 那还有一个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拜登要选举 从这几天的一个辩论之后的一个民调 可以看得出来 拜登的整个支持度又开始往下探 变成30%几的一个支持度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凸显出拜登现在面对全球的一个困境 或者是战事 不管是以哈的一个战事 或者是俄乌的一个战事来讲的话 拜登都没有完全的一种控制力道 所以他要挽救自己本身的一个支持度的话 他一定得从抗中这个部分去加强力道 才能跟川普做一定程度的抗衡 那说回来到这次的军演 之所以大家会说 好像目标很明确 加上敌很明确 就是因为这个重头系集成剑法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是美军塔拉瓦级的两栖突击舰 那大家就对比了 说这跟解放军075型的两栖攻击舰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说是不是真的是剑指他们 而且其实中国方面还有055万吨大驱 那是对美军来讲 是不是真的会感觉到很大的威胁 其实这个天下人都知道 目前美国海军最大的对手就是解放军海军 我认为不只是这次演习呈现出来 事实上过去几年解放军快速的发展 我认为不只是海军 空军火箭军 整体的军事力量 对美国带来的威胁都是前所未有 美国人认为的威胁 其实不是指于说 现在你船有多少 比如说你的神盾驱逐舰快速的增加 航空舰又出来 他不担心现在 但他担心未来 特别是他非常清楚 整体中国的军事科技 其实他都大部分是掌握在自己 包括最小的 包括芯片 材料 重要的动力系统 还有他所认为 以前中国远不及他 像神盾军舰 这种只管通勤兼征 那更重要 除了载台本身以外 配套的整个体系 中国都是越来越完善 比如说前几年 他北斗发射 北斗一带的时候 美国人说你这个北斗没什么 跟我GPS差太多 但你没有想到 他一下发展到第三弹 而且第三弹的北斗卫星 在太空中已经全世界覆盖 那另外像通讯卫星 摇册卫星等等 那都是不断不断地完善 也使中国的军事力量 对美国来讲是系统性的威胁 我们常在说 我们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美国的高官经常讲 对他来讲是系统性威胁 就是美国在现有的状况 没办法很好的卡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的脖子 也使它的未来发展是 无限的潜力 无限的可能 只要它继续有充裕的资金 经费 它假以时日 你不能说超越美军 至少美军的代差优势会荡然无存 也因此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 还是继续卡脖子 比如说大家说半导体 AI技术 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来讲 这是它少数掌握在自己 你可以卡中国脖子的地方 是想如果AI大量运用在科技 传统的铁炸弹或者传统的武器 变得越来越聪明 美国人不只是优势没有 还会被反超 这就是为什么它这几年 积极要在高阶的芯片 还有这种AI技术 要拼命卡你脖子 因为它是想在中国继续追赶 我在局部地区拉大或者减缓它对我快速带来的追赶的压力 我事迹在别的领域革命创新扩大优势 但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卡脖子过去以来已经历见很难成功 包括航空母舰预警机加油机中国都一一赶上 原始对美国来讲它的焦虑是非常严重 因此包括靶船感觉和中国有关 哇这差不多钝位差不多尺寸的船来做靶船 或者邀集更多的盟友 大家在很多谈判桌上共同的话题都是中国 这也其来有志 因为美国非常非常的焦虑 好说到美国方面的焦虑 我们来看到除了这个环泰军演之外 镜头要拉到的是台海 还记得没多久前呢 华盛顿邮报就披露说 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 他提出名为地狱景象这样的战略 计划要以数千架的无人武器 来造成解放军难以估计的最大伤害 争取可以协防台湾的时间 那对此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吴谦他回应说 那些叫嚣把别人家园变成地狱的人 首先要做好自己要掀下地狱的准备 美国计划把无人机系统 应用到这个台海的冲突当中 但是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技术 现在也是处于在世界领先地位 可能就一些技术的细节来说 外界可能会认为说 好像就差美国那么一点点 但是在数量上是有绝对的优势 安婷我们要请教您了 那帕帕罗所描述的这个场景 可能真的实现吗 这我们前两周节目也才谈到过 它完全是一个幻想小说的剧本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明年的海军编列预算 是650亿美元 但是在无人舰艇的部分 花费不到2亿美元 所以当然帕帕罗他可能一方面是指说 我觉得无人舰艇很重要 你们怎么都不重视呢 所以在都不重视的状态之下 要达到他所谓的目标是很困难的 而第二个在无人机的方面 其实刚好在上周美国陆军的副参谋长 正好参加了国会的听证委员会出庭来作证 表明了有所谓复制者计划 预计要从明年开始 要买1000架的弹簧刀600的无人机 来对付中国大陆 这1000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大陆的无人机动辄是以上万架 然后来作为数量上的一个量级的比较 尤其美国无人机的好坏 其实在这一次俄乌战场当中 已经被验证过是什么 就是美军的无人机并不好用 用了很多次之后 它的可能信号不好 甚至很可能会被雷达影响 然后会被信号干扰 总而言之品质各种不好 所以乌克兰甚至是拿到之后 用过觉得不好 乌克兰改用了大疆的无人机 改用了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用在它的战场上面 所以呢 大家可能前面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大陆无人机应该就是 这个跟美国可能还有落差 其实不是 就不论的是大疆 大疆或者是这个智通 它在美国强到了什么地步呢 是美国当前最新要出台法案 叫做反制中共的无人机 而理由之一呢 就是因为垄断 这个大疆跟智通 道通智能的这个无人机公司 在美国业余无人机高达了77% 商用无人机呢 高达了90%以上的份额 而且呢 所有的操作无人机有9成 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Made in China 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台湾 所谓国家队的无人机 那最后也发现有零件是Made in China 那甚至啊 如果我们来讲内容的话 美国无人机呢 在技术可靠性跟安全性上 大约都落后中国大陆五六年 而且成本呢 落后三四年 然后成本呢 是人家的这个五六倍 这句话可不是什么 侯汉廷舔贡才讲的啊 这句话是 美国无人机经销商公司 Adventure创始人 威贝尔他所分析的 他说目前为止 就美国无人机落后大陆 价格还比大陆还要来得更贵 所以呢 从制造上能不能够有这么多 是一个大问号 那我们退一万步 就假设真的都制造完了 那么这一些武器要放在哪里 总不可能真的遇到战争的时候 你从关岛拉过来嘛 那放在哪里比较近呢 放在菲律宾 还是放在冲绳 还是放在台湾的西部 那么你先放在哪里 那很显然是能够侦查得到 知道你放在哪里 大陆就炸哪里嘛 所以到底要怎么把这些 无人机或无人舰艇 在战争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拉到台湾海峡来 先不说能不能够制造完成 能不能够运送得到 能够使用得上 都是一个大问号 所以帕帕罗的这个话语啊 他可能主要是要符合 拜登的一个梦想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如果两岸有事 美国是要出一份力的 可是他也承诺过 不会派一兵一卒 所以怎么样不派一兵一卒 又能够介入台海战争 就是出动无人部队 所以他的这番话 其实就能够证明了 美军不会来 是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 最近的实际动作了 共击扰台的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密集 包括距离方面也是越来越近 我们按照国防部 所公布的示意图来看 解放军26号的早上6点钟 到27号的早上6点 出动了7艘军舰 35架次的军机 四面包围台湾 您从土垃圾上看到 就只剩下东北 有一点点的空隙 而且这样实际的状况 可能是比国防部 所公布的图还来得更严峻 解放军的军机 现在军舰绕台的圈圈 越来得越少 就像这个参谋总长 梅家树他的看法 说搞不好哪一天 会不会真的就忧言转战 那台湾方面 是不是真的都没有警觉过来 季文哥你怎么看 当然忧言转战 历史上这种案例很多 包括1968年布拉格之村 那时候是华约国家 为了阻止捷克政府民主化 因此他华约搞一个大演习 然后在横转时间 就忧言转战 全面扑面来吃 所谓布拉格之村 那另外展到近期 最明显就是两年前 俄乌冲突 当时大家还记得 普丁在白俄罗斯 还有俄乌边界 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那时候美国还说 几月几号 这个俄罗斯军队 会挥兵进入乌克兰 大家觉得 美国人是不是在唬烂大家 结果后来没想到真的游言转战 但我认为在台海要复制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它的情况不一样 特别是不管是刚才讲的布拉格之村 或者俄乌战争 他们是领土相连 而台海这个地区其实有台湾海峡 这个周边环境阻隔 也因此游言转战 就海空军力量来讲 它可以达到一个初级突击打击的效果 但我们都知道 你海战空战 你没有办法有效控制整个领土 也因此除非它有后续动员 更庞大的部队 那最明显的就是 它可能部队会集结 海空军第一波不够 我可能要准备更多 也因此距离台海当面 比如250里500里 不同的机场 它有不同的兵力集结 来确保它攻击足够的强度 来摧毁国军整个防御体系 因此这样的一个规模 还有这样的一个军事调动 我认为就现今的科技来讲 你很难逃得过 包括卫星 包括电子讯号的侦察等等 特别是在台湾这边 我们自己有监侦体系 比如在新竹乐山 一个好大的长征预警雷达 可以看好几千公里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动态 那另外大家还注意到 美军总是在大陆周边 进行顶进侦察 侦察船 侦察机 而且好几种 有人和无人的侦察机 因此我认为 油盐转战 它可以发生 但它很难构成一个 庞大的台海战争的 什么武统的 一个庞大的军事行动 它可以达到一个摧毁 威责的效果或者暂时 瘫痪的效果 但你说就借此武统台湾 我认为可能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但我认为近期的这样的一个 基建大规模活动 其实它已经跳脱了 纯军事范畴 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的讯号 尤其是目前民进党政府 在两岸的问题上 跟中国大陆所强调 所要求的 其实双方差距过大 因此这几波的军事动作 看起来是军事行动 但更多的是给予 政治上持续的施压 让台湾这边 在很多政策上 在做法上 能够进行一个妥协 我认为这才是它主要的目的 所以那这种跟你 怎么看出台湾的态度 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老台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台湾真的做好准备吗 我认为这种态度 应该分民间 还有政府部门 民间的话 大家觉得无感 温水煮青蛙 大家都习惯了 感觉好像共鸡共剑 没有来台湾几下 好像大家就觉得 好像不太对劲 但对于军方来讲 其实最明显 我的反应时间 我的反应空间 越来越被压缩 因此今年的汉光学 他们就想到 要更改一些演练 比如说他说 去中进化 还有把一些 这个接战准则 下放到低阶单位 因为他想到 解放军这种军事动作 他有可能瘫痪 你只管通勤 真正系统 你上级联系不到下级 下级没有命令 无从反应 我认为这是一个 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军事上的这个 过于短筋相接 还有对方的军事力量 他们被迫要做 这样的一个 比较艰难状况的因应 这就是代表 我们的职业军人 事实上知道 这个事情 蛮大条的 那政治人物 因为有美国在后面 持续 目前为止撑腰 因此还可以 持续 撑在那边 但你怎么知道 未来美国的政府 会不会做任何 他对中态度的改变 如果改变 你要怎么因应 我认为 这里面的棋局 其实蛮复杂的 是 好 美国对中 对台的态度 我们稍后会来讨论 那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悉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战线 回到环球大战线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 中非仁爱交争议 华府这一次 真的出手了吗 27号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跟中国的副外长 马朝旭 两个人通上电话之后 坎贝尔他表明 对中国大陆在南海的 不稳定行为 表示担忧 来看到香港媒体 更进一步报道 通话的记录显示 坎贝尔重申 美国对美非 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 仍然坚如磐石 好 说到这四个字 真的让人非常的熟悉 安婷要请教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 是不是也对台湾 说过一样的话 那实际上的行动呢 哇 讲这番话 很可能会被扣上 以美论的帽子 所以我从来不怀疑 美国一定是本国利益至上 我也从来不怀疑 美国比如军火商 想要到处去赚钱 这个部分 绝对不要去怀疑 所以如果我们先从 菲律宾的案例来看的话 其实近期就包含着 在南海的事件当中 菲律宾说 我不考虑启动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真好笑 就好像说 我侯汉廷不考虑成为全球首富 我不考虑迎娶 迪利热巴跟鼓励纳扎 这是你要考虑的事情吗 这是菲律宾能决定的事吗 做决定的当然是美国 美国不允许启动 你菲律宾有啥好考虑的事情 所以俗话说得好 叫跟着大哥混 三天二九顿 那如果我们看 菲律宾跟美国 在南海的事件上 就是如此 那美国要挺 好歹派几艘海警船过来吧 好歹派个舰队过来吧 好歹派点人过来吧 结果通通都没有 出了事情之后 美国仍然就只能够出一张嘴 那如果我们不谈军事上 来谈到经济的部分 先前在所谓的 美日非的峰会当中 菲律宾就提出要求 希望能够有 1000亿美元的投资清单 结果拜登给了多少 只给了25亿 人家要1000亿 拜登只给25亿 而且还要分其付 25亿 而且还要分其付款 付5年 那后来呢 如果有关注到 菲律宾近期的新闻 甚至呢 是在健康的医药问题当中 大家才近期发现 就美国当初呢 美军派人在菲律宾 散播关于中国大陆 科兴的疫苗 不实谣言跟资讯 让当时很多菲律宾人呢 拒绝接种疫苗 导致疫情严重 好 所以现在美国 现在菲律宾的国会 要开始去调查这件事情 那已经证实 这是由路透社所报道的 是美国军人 刻意去做的 那他们有把菲律宾人 不接种疫苗 说疫情惨重 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吗 没有 所以做决定的是美国 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 那损失的是菲律宾的利益 那么如果放在台湾的话 当然就更加明显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因为台湾的 政治人物说的 不见得是美国说的 所以跳票了 不能怪美国 比如说开放莱猪 就会有FTA啦 BTA啦 CPTPP啦 这个美国从来没有说过 因此没有实现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基本上是要怪 政治人物乱说 但如果我们从 军事上的层面来看的话 就非常明显了 2022年 大家应该记得 裴洛西到台湾之后 第一次的围倒军演 然后美国的航母 雷根号 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 本来在台海附近 然后就往北走 跑到日本去了 2023年呢 也是一样 就有军演 那美国呢 本来有尼米兹号 然后呢 就也跑了 然后今年呢 也是一样有军演 本来呢 这个美国两艘航母 对吧 雷根号 那也是在附近 然后呢 也跑了 连跑三年 那甚至呢 在前两周的时候 因为大陆的共计共建 这也是非常的贫寒 在台海周遭 本来呢美国跟加拿大的舰队 要穿行台湾海峡 要展示 对吧 这个军力的较量 保护台海 结果呢 也跑了 就是弃走台湾海峡 改走台湾东部 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美国跟加拿大的军舰 都会呢 越过台湾海峡 表示说 我们还是这个 很力挺台湾 结果现在呢 就是大陆军演一来 美军就跑 所以客观事实摆在前面 那大家到底觉得 美国有没有相挺 但有脑子的人 自会评断 是 好 说回来 在这个中非之间 在南海的激烈冲突 我们来看到 菲律宾外长 马拉罗 说期盼七月份 可以跟中国大陆来磋商 讨论最近发生的南海冲突 他说 即便面对这些严重的事件 我们仍然对对话的重要性 抱持着信心 他承认说 这是一项挑战 但还是应该 以外交手段为优先 那菲律宾现在看起来 态度好像放软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 总统小马和事呢 他在27号说 非国显然需要做更多 不只有抗议而已 在这之前 他可是说 菲律宾呢 不会飘起战争 会始终来致力于 和平解决争端 中非之间 七月份真的有可能 做到这个谈判桌吗 牛老师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会认为 还是有可能性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不仅是中国 就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们都会认为 这样的一个 南海的纠纷 应该是以外交优先 以外交斡旋 或者是谈判协商 解决冲突纠纷 为主要的一个首选 其实我觉得菲律宾 他一定也是做 这样的一种设想 因为毕竟就 总体的一个权力结构 来说的话 菲律宾完全没有办法 跟中国大陆比 所以如果一拉高 这整个冲突的一个态势 来说的话 可能会让情况 置丝一焚 那你冲突加剧的话 美国未必会直接 涉入这样的一个区块 因为美国有一个考虑 它是一本身的一个国家利益 如果他今天直接涉入 以军事的一个方式 涉入这个区块 如果跟中国有擦江走火 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对拜登的一个选情 那可能风险就更高 那所以在美国 不会借由这样的一个 武装的一个力量 直接介入的一个过程中间 菲律宾当然是希望能够 以外交斡旋 或者是谈判协商的一个方式 作为首选 这个主要来讲的话 是符合菲律宾的一个利益的 而且呢 这个谈判协商越快越好 因为到越慢的话 美国开始进行 整个大选的一个热战来讲的话 可能美国也无暇塌顾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双方以谈判解决 这整个纠纷冲突 这个合理的一个逻辑是存在的 那但是呢 为什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要把这个调子拉高 他其实指称 中国这个是非法的一个行动 而且是一个武装的一个攻击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除了要不断的抗议之外 还要做更多 那个做更多的一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逻辑 我觉得他大概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来讲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够 去强化这个整个 这个菲律宾行为的一个 正当性跟合理性 希望借由这个调子拉高 展现自己本身在 谈判上面的一个姿态 希望能够去争取 相当程度的一个筹码 同时也去巩固国内的一个士气 去强化民族主义的一个进行 能够去支撑他作为总统 这样的一种权利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是小马可氏 他一定程度的一个考量 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调子 跟态势的一个拉高 让美国支援菲律宾的一个力道 能够越来越强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逻辑 那另外还有一个考量也是 我认为也是小马可氏 他的一个考量 这个就是一个 谈判以小博大的一个 虚张声势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策略 我把自己的谈判的一个 调子给拉高 拉高之后来讲的话 我可能就会在 权力不及中国的一个过程中间 至少去争取到 相当程度的一个谈判筹码 不管是我国内的一个 明星士气 或者是美国做 比较更强力的一个奥元 但是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虚张声势的一个策略 它会变成一种 双面刃这样的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 它是有风险的 因为中国它不是指老虎 它也会去看看你 做更多的相关的过程中间 我一个一个去试探 去戳破你虚张声势的一个部分 也可以某种程度的去探究 美国对你菲律宾支撑的一个力道 大概有多少 那如果当小马可是这样的一个 虚张声势的一个策略 被中国找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口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 菲律宾在谈判桌上面来说的话 它的筹码流失就会很快 是 除了这个牛老师精辟的分析之外 我们要就这一次中非南海 在晋升肉搏事件来看了 因为有分析认为说 中国在测试非美共同防御的底线 像是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分析师 他同时也是德拉萨大学的讲师吉尔 他认为说中国呢 正日益有兴趣把非美联盟要推向极限 菲律宾应该要采取更有效的实体威慑战略 也看到2024年全球军事实力指数的数据 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潜舰国家的排名 解放军事拥有61艘潜舰 是世界第三大的潜舰舰队 那其中就包含了核动力攻击潜舰 还有柴电攻击潜舰 那解放军目前的19艘核潜舰当中 有093型的攻击核潜舰 还有094型的弹道飞弹核潜舰 的三个主力 好 金文哥就您分析 在这个096型 他在这个核潜舰在2023年服役之前 那解放军他现在会怎么样来部署 他在南海的这个水面下的战力 我认为未来十年甚至更久时间 解放军海军会重点突出 他核动力潜舰的相关战力 我们在讲这个水下武力之前 我们先摊开中国的地图来看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 它周边的海域最重要就是 这个黄海 东海 南海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渤海 还有周边的台湾海峡 其实就这几个海里面 我必须说 就潜舰运作来讲 它的综合天然条件最好 比如说它占地最广 350平方公里 另外它水非常的深 最深的地方 5550公尺以上 这非常的深 平均深度也超过1200公尺 那相对像黄海的话 它平均深度44公尺而已 另外它整个面积 大概40平方公里 你说东海 东海也蛮大的 东海它平均深度 其实也只有200多公尺 跟南海相比 那差很多 对于潜舰来讲 如果海域够广 它的深度又大 对于潜舰来讲 你这个躲在里面 只是对你提供最好的 安全生存环境 原始未来解放军海军的核潜舰 包括攻击核潜舰 还有战略飞战的潜舰 我认为会重点部署在整个南海地区 而且它部署在南海地区以后 它的攻击潜舰由于它的远洋作战能力 非常好 原始它渗透出巴士海峡 或者菲律宾周边的群岛 它可以以迂回方式去突破美军 在东海 在黄海方面 美日联防的整个天鹰阵列或反潜体系 从后方包围你来个反包围 另外由于战略飞战潜舰是国之重器 尤其是海基核武的反击能力 你这个南海确保以后 可以提供你更好的庇护所和活动寻意空间 尤其大家注意到 中国大陆是几人在特别经营 包括西沙 还有南沙一些岛礁 比如说南沙岛礁有所谓的南海七子 几个大型岛礁 其实它不只在上面建码头 建机场 更重要它周边有很多天鹰阵列 试探水下的情报 有没有敌人的潜舰在周边活动 另外还有一些电子设备 雷达设备 它都是为了打造对它更安全 能够完全掌握的南海环境 提供这些核战略飞战潜舰 在这边活动的安全保障 也因此如果说它的相关计划完成以后 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地方我很难进行突破 很难进行一个歼灭性 把你核武力量 海基核武歼灭在此 因此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我的海基核武有的最稳定的生存环境 自然而核大帮更有效 对于美国或者一些潜在对手来讲 要用核武器来威胁你 自然南上又更加难了 是 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 最近在这个海上的实际动作 回顾这两周呢 解放军055飞弹驱逐舰 052C驱逐舰 还有 07527攻击舰 以及071综合登陆舰 054护卫舰都陆续现身在南海 那最后大家也很关注说 连山东舰都来了 以前媒体叙事都是用这个第七舰队 在台海秀肌肉 这一次呢解放军在南海的水面战力检视 但是看不到有美国海军的反应 那这会成为未来这个南海的新常态吗 我认为这绝对是会成为新常态 特别是这个南海舰队 目前越来越兵强马赚 而且它的南海几个岛礁 目前的部署还有建设 其实基本上大体整个架构都已经完成 因此已经形成一个海空联合的一个综合体系 特别是过去一个月来 我认为解放军海军在南海的准备 其实蛮充分的 我们大概只看到中飞对于仁爱礁 这个菲律宾这个特种部队被剿借 剿械那个很丢脸的事件 但是大家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次这个事件 菲律宾它的反应不是那么强 只是后来打嘴炮 耍耍嘴皮子 而美国海军更没有强力支援 我认为这些基舰的活动 摆开一个阵势 事实上有效威责了 菲律宾后续的一个行动 特别是我们都要发现 像055驱逐舰的话 南海舰队有四艘 但过去一个月 第一次都出现在相关的海域 展示肌肉 那另外像两栖船舰 比如071船屋运输舰 还有它075的两栖攻击舰 也陆续派上用场 进行一个肌肉的展示 原始在这么强有力的状况下 其实菲律宾自己知道 在硬的部分 它逃不到任何便宜 而且美国基于国内选举的因素 它也没有摆开一个更强有力的 一个军事的一个力量 来进行制衡 这就是有效威责了整个 目前包括这个仁爱礁 黄岩岛等等菲律宾后续的动作 因此菲律宾对它来讲 就是设立内人 目前除了刷嘴皮子 它似乎没有更好的牌 可以在这个部分 持续给中国大陆找麻烦 菲律宾可不过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有提到山东舰 它出现有什么样的 山东舰目前它还是处于一个实力 就是战力它持续锻炼的阶段 我们发现去年 其实它进出第一岛链好几次 特别是配合它的护卫舰队 让它整个海空联合的作战能力 那这不断精进发展 我认为它为今年年内 它也会出第一岛链好几次 让它本身在编队的综合攻防演练 还有它舰载机部队这个部分 能够战力越来越好 特别是硬体有了 但相关的战法战术 不只是舰载机的战法战术 还有你整个编队的海空联合 这个都需要不断地练兵 也因此拉出来进行远洋的训练 操演 对它来讲 就变成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 要持续进行 才能把它所谓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达到一个更专业 更可战赶战的水平 说到在南海 汉廷想请教您了 因为大家也很关注 刚刚包括我们提到 中国方面动作很多 但是看不到美军的反应 这是未来的常态吗 还是美军在想什么呢 自从2016年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 其实有很激烈的交锋 从此之后 美军对于南海 基本算是近而远之 或通常是避之唯恐不及 你如果再回对照 2022年当时 裴洛西走的飞机的路线 完全是绕过了南海一大圈 为什么 因为对这里 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军事辐射范围 而心有余悸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所谓的在南海军演 就美国如果拉着菲律宾 拉着日本 澳大利亚的南海军演 其实都离中国大陆 已经是远离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跟范围了 基本上都是在菲律宾的门口 但是没有到达 比如说到达那么的北边 最主要就是在2016年 中国大陆的军舰 秀出肌肉之后 那么美军确实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的势力范围 对美国来说是有所影响的 而第二个当然是在政治的层次上 不论是在两岸之间的事情 或者是在中非的事情 如果以两岸的关系来讲 那美国多次的军舰或航母的离开 最主要就是释放出讯息 就是赖清德 或者是当前的台湾局势 是美国要不沾边的 我是不碰的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支持 仅是口头上的支持为止 甚至是在南海上的一些军事演习 先前美国的国防部 然后也都会跟大陆的国防部 事先通过电话 沟通什么呢 就是沟通说我们的这个演习 就大概会到哪一个层级为止 所以呢 你也看看就好 我们也就是演演就好 大家都知道 彼此不要真的动刀动枪 维持在一个和平的态势 因为讲白了 它都是一个政治上的需求 就我透过军事上的演习 来告诉自己国内的民众 我还是很有肌肉的 我还是很有力量的 但是呢 至于真的要不要跟中国大陆 有所起冲突 那当然就是再说 是 谢谢三位专家精彩的分析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洞悉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 人家焦点要带大家来关心爱国者F16 真的能够帮助乌军马泽伦斯基 现在正在拟地停战计划吗 我们来看到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乌克兰前线换了新的联合部队司令 在乌东终于重新站稳了阵脚 但是乌军在这个盾内刺客州的 恰西夫亚尔 你从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地方 他挡住了俄军的攻势 把俄军赶出了盾巴斯运河区 同一时间美国正在居中的斡旋谈判 要让以色列转让八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而且乌克兰期盼很久的F16战机 准备要运抵战场 不过就在这几天 我们来看到俄军是动用了 包括匕首导弹在内的高精度的武器 打击乌克兰计划要部署F16的机场 俄军被拦截的导弹当中发现有极速导弹 专家认为说有这种 细带极速导弹的巡航导弹 就是为了破坏乌军他在机场的跑道 目的就是要削弱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F16他的战力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俄军他的精准的打击 还有侦察的能力吗 齐文哥 其实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这样地面战的话形成一个僵局 特别是大家反复在一些前线 一些这个激战的热点 反复在那边争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双方都付出很大装备 人力的代价 尤其对乌军来讲更是比较困难 尤其是这一阵子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空中部队 不断地利用高精度武器 还有滑翔炸弹无人机等等 让乌军虽然战线没有后退很多 但人命的损失其实比较大 也因此对乌克兰来讲 他就是过去几个月来 不断地要求北约和美国 供应更多的防空系统 能够让他的这个防空网重新编组 能减缓俄国对于空中力量 他这种优势性的这个碾压 也因此就是美国也想办法 从各个盟国朋友圈里面 让更多的包括爱国者系统的 等等防空系统 能够更多的运送到乌军这边 除了确保他这个部队的安全以外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提供一个他未来F-16 进驻乌克兰更好的一个空中防御保障 但我认为像空军的这个运作来讲 是非常需要依赖机场的有效运作 尤其是机场它占地很广 它的目标非常的明显 而且对于军机像F-16这种 不具备短产起降能力的飞机 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跑道 然后飞机运作你还需要油库 你弹药库是想你没有油弹 你这个飞机升空也没有什么用 你也没办法有效升空 原始那么长的跑道 油库弹药库对于你飞弹要攻击的话 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原始未来俄军一定会持续运用 包括群翼飞弹高精度的各种飞弹 甚至极音速武器持续打击这些机场设施 让F-16即使进驻 你也没办法有效以大兵力运作 而且我过去其实参观过空军 所谓的跑道抢修相关的操演 思想过去以来很多人说 这个跑道虽然容易被攻击 但我们有修复能力 抢救包 抢救机具 人力等等 但我看过他们抢修 比如说你现在模拟跑道被抢修 几个弹坑 但你这时候要相关的机具 特别是推土机 挖土机 还有弹药处理人员 他们弄了你大概大半天 你才能把跑道稍微整修好 但你整修以后 如果人家又来一波攻击 你是不是要花个五六小时继续整修 原始这个空军基地的跑道 其实对于飞弹 特别是它部署所谓急速弹头 很容易瘫痪和干扰的运作 因此对于乌军来讲 俄军的这些飞弹 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如果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防御 即使你F-16来 你也很难扭转你空中的劣势 这样被动挨打的局面就不容易扭转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认为 我们现在需要提供更多的飞弹进来 让你这个作战提供一个F-16 更好的一个庇护所 不过我想请教刘老师了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 美国现在居中斡旋 要以色列转让这个八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那拜登政府要拿什么来换 昨天的金融时报 它也有相关一些报道 就是在指称就是说美国乌克兰跟以色列 他们在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协商 就是要提供乌克兰提供基辅 大概爱国者的一个防空的一个系统 那如果这个事情成真的话 可能就是以色列把这些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先运到美国 再由美国运到那个乌克兰那边 那但就是说也有观察者 熟悉谈判的这些专家 他会提到就是说 似乎他们三边 现在已经在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协议 意思也就是说 似乎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 那如果这个讯息属实的话 它等于就是说 会一定程度的挑战 以色列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以色列跟俄罗斯之间 它基本上是一个若即若离的 一个盟友的一个关系 但就是说美国一直试图 希望能够去说服以色列 说服以色列在这样的一个 武器支援的一个面向上面 美国就会不断地跟纳坦雅胡说 其实俄罗斯他现在跟那个伊朗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论述 去挑拨俄罗斯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部分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 就有一定程度的一种犹豫 因为以色列也希望能够借由俄罗斯 去某种程度的去牵制叙利亚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决策 到底会如何去做 我觉得或许还有一些些的一些悬念 那但就是说如果金融时报 它的一个报道属实来讲的话 也就凸显出以色列做了相当程度的 一种让步跟妥协 等于就是说美国势必要去还以色列的一个人情 那但就是说现在以色列它在乎什么东西呢 大概是在20号的时候 纳坦雅胡其实就有呛美国说 美国扣住了他们很多的一些武器跟弹药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今天以色列愿意去配合美国提供爱国者 相关一些系统给基辅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美国在这整个弹药或武器上的一个提供来讲的话 可能某种程度要去满足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一个也是在前几天的一个报道 也就是说纳坦雅胡接受一个媒体的一个独家访谈的一个时候 他也说这个以哈这个战事大概现今慢慢可以画下一个休止符 现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去全力的去因应 北方的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游击队的一个侵扰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纳坦雅胡他也有相当程度的提到 就是说他对于美国所支持的一个以哈战争的一个停战协议 他是有部分同意的 那当然就是说美国对于以色列可能要集中力量 去对北边的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一个侵扰 去进行整个这个阴影的过程中间 美国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 因为如果这个局势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可能会比2006年的一个黎巴嫩的一个战争还要惨烈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美国应该也会去按捺住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势 希望能够去借由外交斡旋的一个方式 去跟黎巴嫩的一些真主党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协商 而这样的一个协商如果一定程度达成的话 我觉得美国也会多看 以色列它相关的一些利益 去尽可能去符合以色列在这个区块上面的一个利益 是针对这个议题 记者跟人怎么看 因为以色列自己现在也很忙 要他让这个爱国者 其实以色列在周边的国家这样打到现在 其实最主要就是以哈冲突 以哈冲突的外溢效应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胡塞武装 不断针对红海的船只进行攻击 连美国海军的航空舰都要退避三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地在他的北疆 与以军进行互轰 那其实他们互轰的这个方式也非常的单调 就是真主党发射火箭弹或火炮 然后以军进行火炮还击 然后顺便派出空中力量对他轰击 这已经是成为他们这个交战的模式 但是大家现在担心就是以军其实按捺不住 他希望徽军派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 铲除真主党 但真主党力量很强 他的人数其实超过十万人 远非哈马斯可以比 也因此如果在这战争一打起来 我认为他的规模剧烈程度 势必超过以哈战争 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不乐见 因为他有极可能被卷入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极力按捺 这个以军 对于黎南这场战争不要轻言发动 好 那说回来到俄乌战场上 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他的动作了 他跟欧盟签署了安全协议 欧盟将确保从2024到2027年 提供乌克兰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机制 泽伦斯基强调说 这一项协议将载入欧盟 无论内部制度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27个成员国支持乌克兰的承诺 而在前一天 乌克兰也正式启动了加入欧盟的程序 欧盟把挺污承诺写进了这个协议里头 是在为最近欧洲级右翼崛起 对支持乌克兰的冲击做保险吗 汉廷你怎么看 我能看这份协议的内容 它并不涉及共同防御条约 就集体防御条约 当然没有 那主要都是军事跟国防上 就物资上的一些支持 或人员上的训练 不过我注意到德新社的一个报导 它里面讲说 这一次的安全协议 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异象 并不具有法律的实质 拘束力跟约束力 所以关键在它里面所说的 就欧盟无论内部制度有何变化 就为什么当前欧洲要 欧盟紧锣密鼓的 要赶快跟他签协议 而且还赶快让他加入欧盟的进行程序 所以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就是在7月1号 匈牙利就会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那么对匈牙利来说 他先前对乌克兰都是比较反感 他在整个俄乌战士上 是比较亲近俄罗斯的 那么他也先前发表了 他对于俄乌 他一旦成为轮值主席 那么他对俄乌战士的态度是什么 他就是不会把援助乌克兰 放在第一要务 因为他认为应该要结束战争 恢复欧洲经济 这是他所认为的主张 而且因为他在一些少数民族的问题上 跟乌克兰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先前也极力地反对 乌克兰加入欧盟 那么7月1号他就要当主席了 所以当然要在7月之前 比较力挺乌克兰的 希望能够把程序都进行到底 而第二个就是因为选举刚结束 欧洲的右派比较兴起 所以右派对于说 未来如果整个欧盟的成员要扩大 或者是要有更多的人进来 这件事情天生是比较反感的 这也象征着乌克兰如果要加入欧盟 前途跟难关非常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包含在前两天 就是同时间在进行到乌克兰 说我们要加入欧盟 但是欧盟才对乌克兰的鸡蛋跟糖 恢复增加了它的关税 为啥 前两年因为俄乌战士 说我不整理关税 表示我支持你 可是这就导致欧盟内部的农民吃不消 乌克兰的这些鸡蛋农作物 大量的涌入 所以如果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欧洲都为了要照顾自己国家的农民 而给乌克兰恢复了关税 那更何况是未来让你加入欧盟 完全免关税呢 所以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 它未来要加入欧盟的挑战 而再一个呢就是所谓 它如果要加入的话 要符合重重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欧盟的国家 都要看你有没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标准 即便都同意了 还要回到各个国家内部的国会要通过 所以不是说 这个欧盟集体决策就好了 它是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国会议员 都要支持 有没有要让乌克兰加入 因为最大的坏处 就很显然乌克兰的财政是不行的 那未来等于欧盟的所有预算 都必须要算上乌克兰这份 要有大量的财政援助 那么现在比如波兰或者是匈牙利 它是可以从欧盟的这整体的经济当中 分到一点资金的 它是可以获得一点钱的 乌克兰加入之后 我分的钱就少了 搞不好我还要贴给它钱 所以对于富裕国来说 它的这个负担增加了 而对于比较弱的国家来说 那它未来能够分到的东西也变少了 因此呢当然是困难重重 法国的生态部部长 他就曾经接受乌克兰专访的时候就说 哎呀这个乌克兰如果要加入 这个可能是要数十年 才能够完成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到 因为乌克兰在战争当中 可以称到现在 大家都说要归功于美国的大力援助 不过牛老师我们想请教您了 因为川普在辩论会上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在就职前他就会摆平这场战争 用什么方法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川普的一个竞选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伟侯兰的一个程度 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毕竟他的竞选策略就是针对 你拜登的一个弱点 意思也就是说 拜登搞不定恶乌的一个局势 搞不定以哈的一个局势 而且疲于奔命 让美国的一个国力 整个都越来越衰弱 我觉得就是说 拜登他相关的论述是针对 我觉得川普相关的一些策略 是针对拜登施政上的一个弱点 去进行相当程度的一种攻击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这应该是川普的一个竞选策略 他针对拜登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弱点 去进行猛攻 因为毕竟拜登执政的过程中间 以哈的一个战争 或者是俄乌的一个战争 拜登都搞不定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川普就用比较夸大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话唬烂的一种方式 希望能够去把不满拜登执政 搞不定国际局势的这些选民 给拉进来支持自己本身川普 但就是说我觉得川普要去解决 在整个就任前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困难重重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你似乎是你也没有筹码去搞定俄罗斯 你难道真的会用武力 去跟俄罗斯去PK一番吗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要不然的话 如果今天你另外的一个情况 是用经济方面围堵的情况来讲的话 就经验显示 俄罗斯在美国联盟的经济围堵之下 越围堵它越富有 因为它的内需产业整个又上来了 那还是你川普要用一种 对乌克兰施压的一种方式 要乌克兰去让步 或者是割地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满足俄罗斯的一个需求吗 如果川普你真是技术这样 选人政治 美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